如果你這樣做好了動畫 我們會這樣播好像不大人性 然後自己手上拉這個時間走 那麼你可以來這邊播放 這裡 你看人體也可以 不過其實那並不是作為正確的預覽方法 比較正確預覽方法 其實你要到控制裡面 有一個叫做測試影片 或測試場景 原則像測試影片我們家邊就用這個 所以是控制加安排 控制加安排 這個他就會幫你 用真正的播放速度 你看 他走路是走路 那你怎麼會這樣 你順便看一下 檢視裡面有一個叫頻寬設定 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直跑一直跑 我們講過 DH不是有一個特性嗎 是跑到最後走路回頭 他找到哪一天我也不知道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不希望他走這麼快 跟什麼有關係 跟這個有關係 有沒有 記不記得 我們在Switch裡面的時候 那預測數是不是12 可是你看我們從CS過以後 你一秒鐘要走24格 可是我才會叫幾個 9格 所以9格根本不到一秒鐘要走那麼多步 所以假設你是做這種動畫的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給罵他 比如說我需要一秒鐘走2格 檢視加安排 然後有沒有開始慢慢墮步 因為一秒鐘兩格 所以速度就要更很慢 好 所以你這樣子去回想一下 這樣就OK 那 剛剛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你想要去看看那個小綠人 有沒有 你就可以找找小綠人 你用更正式小綠人有沒有這打到很多 看你要哪一種人 還有比賽 還有創意比賽 小綠人最早就是從那個 你如果有看一下這個維基百科 他就是從我們的交通號去 他橫到國外去 以前有那個新聞有沒有 這個動畫在這邊 所以就像這樣子 基本上他的這個小綠人 你看他後來還有變了紅燈 就是在那邊跑來變紅燈 那 這裡呢 有小綠人的18個風景圖 在這裡 都已經幫各位下載好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在小綠人 在這裡 把它丟進來 所以你待會可以待會這邊來加一下 它裡面總共有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 分一個出來了 在這邊 那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我們這裡面來做 那你如果不想要黑色的怎麼辦 我現在是黑色的 那你可以改變 你可以用影像圖圓體先把它處理一下 當然我們在Photoshop裡面也可以做 不過我想 因為它畢竟是圖片 所以你用影像圖圓體 你用Photoshop也好 用我們上次的Photoshop也好 用我們上次的Photoshop也好 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那個D版工具 之類的 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把它顏色改掉就可以 可以 這樣 各位 來試做看看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 給你玩看看 這個Photoshop裡面 那你把剛剛的 它你要哪一個 比如說你這個 你把它丟進來 那這裡面 因為它就打格子 所以其實還蠻容易的 你這裡有這個 有沒有 油氣桶的工具 你就看你要什麼樣的顏色 順便問一下 你們換顏色在Photoshop裡面 是等一下 這樣直接換嗎 有沒有別的方法 你是點左鍵還點右鍵嗎 點右鍵有別的東西 你了解 點右鍵還有更豐富其他的 包括二條 比如說你要選擇其他的顏色 那你點左鍵的話 它只有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自己參與 假設你要這種顏色的 確定 放進去 有沒有 還是你想要戴個帽子也可以 所以國定說 一定要同一個顏色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做 有自己 你自己的創意 那你就把它直接承擋起來 那你就可以拿到這個來用 那我們在 因為現在這不是字 所以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進來的 你看我看一個新的 用這種方式進來的 假設你用拖曳進來 也沒關係 你看我把拖曳進到這邊 好 進來之後你看 這個是一個圖片 所以你看那是點贈圖 可是你看下面 可不可以加濾鏡 當然就不行 因為 那如果你堅持一定要加濾鏡可不可以 所以 可是請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把它轉換成原件 因為濾鏡我們剛剛講的 只能用在兩個地方 一個叫文字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做影片片段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拖換成原件 好這個是影片片段 確定 有沒有發現濾鏡排出來的 只是這個叫 因為它是整張 所以你如果加濾鏡的話 假設你加英語 它是加在下面 了解意思 好 所以這張事實上 不用 不用交也沒差 實際上跟你講一下 它有 逆境有這個限制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就 給各位示範看你怎麼來做這個動畫 好不好 你這個發揮自己的想像 有沒有一定要全部 十六十八章就講 不用 你中間你再加一個文字 停 對不對 STOP 都可以 所以這個有很多創意可以去發揮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你 對 你先玩看看